欢迎收看大人画之 在这个证照的时代 有证走遍天下 无证寸步难行 尤其在中国大陆 小赖哥哥你有几张证照 我只有两张证 一个身份证 一个机车驾照 那个不算 那个不是专业的 大家都有 对 我倒还真没什么专业的证 其实在中国大陆记者 是要考证 通过考试才能够跑新闻 最近还举行了 全国第一次的记者国家考试 究竟为什么考 考些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大陆记者的国考 现场来宾是资深的媒体人 齐乐益 乐益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乐益他跑大陆新闻 应该有超过20年的时间吧 22年 有22年 非常资深 所以他身上有太多太多的记者证 先跟大家讲一讲 中国大陆的记者 从98年开始 他就必须要考证 是 他原本就要嘛 要那个持证上岗 而且五年要焕发一次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会被称为叫做国考 投一招 记者国考投一招 为什么 他跟往年的这个记者考证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看到的资料是其实2002年他也有一次考试 不过那是一个资格认定考试 这一次的国考之所以赋予他这么大的意涵 是因为他有个特殊的背景情况 现在假记者太多 批评政府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再加上这个新闻从业人员越来越多 包括了有些新的媒体出现 以前都是紫媒 对 现在有网路媒体 对 有网路媒体 有些你都搞不清楚他是不是记者 但他就在网路上已经散发消息了 所以这一次的国考是一个统一的 应该说是对新闻媒体的一个约制的考试 前面有培训 后面是考试 所以这一次当然也有人讲 说是钳制言论的一个部分 是 有些学生也说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那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就是要规范记者的行为 我觉得像这一次的这个叫做全国同考 记者的全国同考 让很多的大陆记者觉得很头疼 因为他时间点非常近春节 然后春节又是大家最忙碌的时候 很多电子媒体在录新年的存档 对 有很多的这个 还要准备考试 对 然后那个纸媒就要准备专题 你还要播出时间去培训 还要去考试 这新政策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他有什么样的目的 对 他现在就是造成困扰的是之前的记者 我稍微介绍一下 中国大陆的记者分四级 还分等级 我分等级 是 助理记者 是 上面是记者 然后再上面主任记者 最后是高级记者 所以这一次的考试 凡负高值等以上 就是主任记者以上 别考 不用考 他不用换证 换证不用考试就对了 他五年换一次证嘛 第一次拿证要考试的也 他不用考试 因为这两天为了上你的节目 还打电话去问了北京的几个朋友 这是应该的 基本态度好 他们都是副高以上 所以他们都不用考 他们不用考 什么人考呢 就是助理记者 还有记者 包括助理编辑跟编辑 等于是刚入行的这些 就比较相对之前的 一般来说大概十年以内 十年以内都没考 一般来说十年内 考了才能够焕发新的证件 你知道有多少人吗 四十万人 四十万人 四十万人里面包括什么 包括二十五万人 是现在已经有记者证的了 其他一干人等 是新来的 十几万人 没有记者证 但是有资格认证的证 有资格的认证的证 但是不是记者证 比如说编辑是吧 不是 编辑好像也要考 这次也要考了 都要考 都要考 因为它叫采编 它叫采编 采编人员 采编人员 所以都要考 所以这次有四十万 好 怎么考 来跟大家讲一讲 因为其实过去 它是98年就开始 要求他们要持证上岗 它其实都是 你想当记者一定要考过 拿到那个记者证才行 然后这一次是国家考试 一起同考 是就最近这两个月 一月二月 是他们统一考试 各地在举办考试的时候 分两关 一个是刚刚小爱哥哥说的 培训 一个是比试 我们先讲培训好了 怎么个培训法 培训它是这样子 从去年的十月到十二月 开始培训 它有规定 上课吗 就是上一些课 那就是说 你这个媒体 如果是有三十个人以上 就自己的单位 就自己就可以做 自己绑培训 就办一个补习班一样 三十人以下呢 由主管单位来办 它的培训是这样子 不可能考同意 那上些什么课 上些什么课 现在目前看起来 有六个主要的 六个课目 有六种不同课目 新闻伦理 听看起来还蛮贯业的 理所当然啊 这个好像新闻 一定要 新闻伦理 还有一个防止 这个虚假新闻 这个看起来也可以 也合理 后面就比较大了 不可以随便乱笑的 是 要严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个好难 这一听就是政治是很高的 对 还有一个是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 这有吗 有有有 可是问题是 马克思主义里面 没有提到新闻观 我看他们记者 PO了一个文章 他说他翻了半天 翻不出马克思主义 到底哪里讲了新闻观 后来总算找到了 是他们开国元老谁啊 是哪一个领导人 刘少奇 讲到了新闻观 总算找到答案 其实马克思很注重舆论的 是 他也很注重 所以这个 注重宣传 所以你就知道 这六门课 都不轻松 不轻松 而且 而且不止这样 他要上课之外 还有一个统一的教学光碟 虽然很无聊 但是我还是把它找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 他们光是上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门课的教学光碟 到底在教些什么 大家做好准备 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个基本理论问题 曾经是困扰 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 普遍性难题 中国共产党人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可谓独到而深刻 新闻记者培训课程 第一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本课时 主要针对 我国新闻彩编人员特点 介绍中国现阶段的 基本国情 重点阐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体系及制度 客观梳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的巨大成就 及面临的主要挑战 的确是不怎么营养 大家还醒着 要吃进去 真的是不太容易 我看过一个笑话乐意 就是在过年前 他们说就是 如果你最近 你身边有记者 或是编辑朋友 一定要尽量有时间 抽空陪他聊天 陪他谈心 如果看到他走到楼顶 或是河边 一定要紧密地随护他 因为怕他考试压力太大了 受不了 考试压力太大 会从楼顶跳下去 或是跳河 那当然是一个笑话 但就可见这个压力很大 您觉得这一次 国家同考 记者的国家同考 他的考题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最大的特色 其实就是一般的基本常识 党内的基本常识 其实我相信这些记者 都耳濡目染 他只是借着这一次 让你强化你的印象 你要注意 以后在写新闻的时候 他里面不是有讲到吗 把那个分寸给拿捏好 反正党才是最主要的 等等等 是 你只要把握这个原则 基本没问题 爱国家 爱社会 爱党 来给大家做个测验好了 我来考考那个乐益格 我们从他的那个 记者国考的考题里面 找出了那个题目来 是吗 对 第一个问题是 下列哪一些偷拍行为 记者的偷拍行为是合法的 好 看好了 A 偷拍某隐星在后台换衣服 B 未经允许报导某领导的孩子生病 对 C 是偷拍某领导家中的私生活 那D 是偷拍高官跟情人约会 哪一个是允许的 哪一个是允许的 这肯定是D 对 答对了 因为呢 记不记得这一年以来 很多高官落马 对 都是因为有情妇 情妇 对 那怎么会知道的呢 都被情妇拍的 情妇偷拍所以是合法的 对不对 所以一看就知道 我想每一个记者一看说 哎呀 这个行为是允许的 好 好 再下面这一题难咯 某记者采访回来 发现收到采访对象 200元的购物卡 他的正确做法是 A 暂时保管 等今后联系上再退还 B 金额较少 收下 C 是送给街边乞讨的人 D 是交给单位纪检监察部门 请问选哪一个 正确答案 对 所以要政治一定要正确 对 你明明知道那不是实情 那肯定还是D 肯定 你明明知道那个标准答案 实际的标准答案应该是2 对 对吧 实际的标准答案应该叫以上皆非 因为钱给的太少了 所以乱写它 是 那个你刚刚讲的这个一点都没有错 他现在这是200块 对 据我们了解 大陆新闻是有偿新闻 是 最起码 我不晓得你碰到过没有 我碰到过 最起码300块 是 有500块的 对 多着还有1000块 就200块给太少 他记者会生气 他还闹场呢 对 就实际状况应该我讲的 以上皆非 而且不会再有送200块的这种 送礼卡这种事情 对 而且太不礼貌了 我觉得 在中国大陆就是 各个尤其是衙门 他们说叫政府单位都叫衙门 门禁森严 各个部会采访的话 一定要采访正 任何大小会议真是正正相连到天边 回来之后我们再聊一聊 中国大陆记者证到底有多好用 这是记者这个职业的选择 他要求我们站在第一线 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实 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张全凌 我的新版记者证编号是 1000000-3000000-2986 摄影记者按动快门 是最简单的事了 而什么时候按动快门 却是一件最复杂的事 我要告诉年轻人的是 记者证会旧 而记忆者会永远年轻 我是新华社记者朱玉 我的新版记者证编号是 我们刚刚看到的都是大陆中央级的记者 也就是中央媒体的记者 那记者证是不是在中国大陆非常好用 非常的牛呢 乐意 那要看你是哪个单位的 为了上你的节目 有没有特别去问了 我们的好朋友 那都是中央级的记者 都是中央台的 都是中央的 人民日报的 确实并不一定 有时候要看人的 人家并没有义务 非得要给你方便 但是记者证后面都有一条 就是给予记者采访方便 他可以拿这个去买票 笔记票 補充票 但是并不是说 你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你就可以有 你还会稍微呼隆他们对方一下 这是我们是奉中央的命令 要去采访的 很紧急 也许别人会给你一下方便 但有一点我自己亲自碰到过 就是到旅游观光景点区 可以不用门票 可以不用门票 真的吗 我为什么知道呢 这么牛 我有一次到江西蒋经国的故居去 我自己买了票 干州吗 干州是十块钱 我进去以后 里面的服务人员 看到我有拿一个票 他说你不是来 你不是记者吗 我说是 他说你不需要买票 我才知道 记者可以不用买票 不用买票 因为你可以说 我来这边采访 所以大家一看 就会让你去 基本上会给你一些方便 大陆记者曾经教过我 那时候在北京的时候 我想去看那个 预约谈的樱花 因为它春天开得特别漂亮 预约谈庙庙 对 他就跟我讲说 你别买票了 你就拿你的那个记者证 我说我是台湾媒体 他说也行也行 台湾媒体的记者证也管用 一样是可以不用门票的 但是有一个情况 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常态情况 但今天如果说某一个地方 知道你是记者来了 要来采访 那个态度又不一样了 特别是地方的官员 他知道你是中央来的 中央级的记者来 如果是有采访任务的 那个接待规格是不一样的 那就等于是 接待同等级的官员的规格 去接待他 是这个意思吗 对 一般是这样的情况 照您这么说的话 中国大陆的记者 其实还根据他服务的媒体 被分等级了 分成三六九等 不同的等级 有不同的接待规格 不同的对待方式 这么说吧 我有一个好朋友 也是中央级的一个记者 您认识的都中央级 都没地方的 中央级的记者 他是那个电视台的 他是广播 也有在电视台去的 他就全国走透透 他到任何地方去 他一看来了 顺便上一个地方台的电视 一个节目录一下 其他就是全程接待 都是接待 当然这是人家对你的一种礼遇 他也并不是为了吃这个 但你会发现 他确实方便 比如说他到了一个地方去 上了一档节目 对方一定会说 要不要附近走一走 还有应该也有通告费可以领吧 通告费有啊 意思就是说管吃管住管接待 然后这个旅游 包括甚至是泡温泉 出行 都有人这个招呼 应该会有招呼 还有一点 你刚才讲到通告费 你刚才讲到那个通告费 录影的钱 录影的钱 我要告诉你 跟你想到完全不一样 你到中央去录影 钱非常少 几百块而已 几百块叫非常少 非常少 人民币呢 人民币 就是几百 为什么呢 因为中央台他们很牛 我就认为说 我请你上这个节目 给你机会 全国都已经认识你了 我给你机会了 给你五台呢 给你五台 所以说是 反而是地方台 给的这个策码费比较高 比较高有多高 也是因人而异 根据您的经验 根据我的经验 有人是拿这个1500 有2000 有3000 也有5000 也有6000 大家听好 这些数字全部要乘4.8 对 不会变成是台币 对 所以其实这个记者证 还真是蛮好用的 这个记者 他到地方去 甚至是到这个 我记得 听过以前地方官员讲说 听到比如说 中央电视台的官员 或者是新华社的 这个记者 到地方来采访 地方是全城戒备 就是所有的官员 他那个没好好写回去 要被检讨的 非常类似于以前 这个清朝时代 就是那种钦差下乡 他说就怕你回去 报了一个不好的 那还得了 或者说我们这个 不文明 不卫生 社会秩序不好 城管不好 那他们这个 雾纱帽就不报了 那是不是记者 真可以负责这种 写内餐 有那么大的权利 对 这种工作 其实他们大部分 我们也都很清楚 新华社他们驻外的 有的人是可以写内餐的 内餐是内部的参考资料 送给中央领导参考的 不同级别的干部 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 我们也都晓得 现在他的 以前是参考消息 现在都已经开放了 但他现在内部 还有一个字体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 也就是给不同级别的领导看 那那些领导要了解 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 那谁晓得呢 记者派出驻外的记者 那就最方便 那能有影响力吗 我觉得是一个参考 那些记者写的 各地方的好与坏 回去给自己台内的领导看到 能发挥影响力吗 会影响到这个人的乌纱帽吗 对 这个情况我就不太清楚 看你写的内容 具体情况 如果有高级领导 问相关的事情 因为你的一篇好的报道 让这个单位的主管 能够上报的时候 很准确地反映当时情况 也许领导会对 对你的单位印象很深刻 那今天乐一哥特别带了 很多过去压箱保记者证出来 就是在大陆采访的时候 证件很重要 如果没有证件的话 就像没脚一样 对的 都进不了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证件吧 这很多 我们好像很多场合都一定要 连小小记者会都要记者证 我先声明 这个不是记者证 是采访证 采访证 是采访证 你比如讲说 大陆衙门很多 商务部 国心办 国防部 这些部会不是说 你是记者你就可以去了 你除了要有记者证 你还要有那个单位的采访证 是 比如说这一张 红色的这一张 红色的这一张 是国心办的记者证 要参加国心办记者会 你要有那个证件 你才进得来 你如果没有这个证 你那个门都进不去 我想小赖跟那个 都有这个证 外面有这个武警把守 你必须有这个证 它进去之后 这个里头的芯片 才会亮灯 对 比如说到那个银行去 到一些部会去的话 你没有这个证 你进不去 还有一种是 特别的会议 像是全国人大会议 那更是要证了 那更是要证 不仅要证 它还会有车证 我这边就有一个 像这个蓝色的 大张的就是车证 对 蓝色的就是 可以把小张的拿开 这样大家才看得清楚 是 这个 车证 比如说这个是 这一个 采访证 是采访证 一定要带照片的 对 一定要带照片 你不要看前面 都有我们的姓名 然后还有各个单位 有意思是反面 要看反面 反面写什么 反面来告诉 如果这个证掉了 要通报到警卫的部门 警卫组 要跟警卫组 这个通报 他怕有人拿去 怕有人乱用 因为大陆有好多 是会假冒成记者的 对 所以他记者证防卫 就特别重要 对 像这一张 这张是我留的 大概很多人都已经没有 95年到现在 这是全国 已经18年前了 十几年前 这个记者证 是汽车证 车证 有了这个 可以通行无阻 对 因为我们在采访两会的时候 你晓得 北京很多道路已经管制了 车根本不能走 那我们记者要去采访 怎么办呢 每一家媒体 他会发一张车证 这个车证 要对车号的 那非常管用 这个车证 或者要放到 出租车的前头 你基本是畅心无阻 放出租车也行吗 也行 可以的 真的可以的 我就是坐出租车到这个 我们讲出租车是计程车 计程车 对 所以这个证很重要 是 其实在中国大陆 就是除了他们本身的大陆记者 需要考记者证之外 任何的新闻单位到大陆去采访 还有另外再办 专门的记者采访证 没有证 就好像没有脚一样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中国大陆在最近举行全国记者的国家考试 外国的媒体就形容说 这根本就是一场舆论的保卫战 不过大陆网友说 其实是在剔除不听话的记者 我们的网友就非常好奇 在中国大陆采访的话 大陆的记者他跑新闻 究竟有哪些潜规则是需要掌握的 潜规则 我不晓得大陆的潜规则是什么 就我们来境外来讲 我们也是采访 是 有几个东西你不要碰 你碰你一定倒霉的 第一个 法轮功 是 我想很清楚 对 你要碰它你一定倒霉 是 第二个是上访的 是 就是来自于各地到北京去告状的那些人 甚至北京都有上访春 是 那天你要碰一定会有会找你的 对 因为这些人都是被盯着的 都是被盯着的 第三个就是民运的 就独立运动的 就是搞民主的 搞民主运动 现在是维权运动 也被盯着的 也会被盯着的 所以这是我们境外的记者都很清楚 我们都如此 不要讲说他们自己 自己内部的记者了 他们可以去采访经济的东西 是 但这几个东西我们到现在看 政治红线不能碰 对 这几个红线我们看 似乎还没有看到有哪个记者敢去采访 这类的新闻的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比较清楚 他这次考证主要是为了要杜绝那些所谓假的记者证 假记者 那假记者在中国大陆是很严重吗 很严重很严重 严重到什么程度 去年就发生了一起 有四个记者 就是坑蒙拐骗 拿了记者证到处去骗 骗了三百多万 骗了三百多万 跨了七个省二十几个城市 所以它那个幅员很广 为什么你有记者证 特别是有一些的单位 想扑莫自己的时候 特别有些公司 大的公司行号 要扑莫自己 要找人宣传 要找人宣传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最好拿钱的 都是几万几万的 但是我查了一下 这些被抓到 是有判刑 是有判刑 好像判 我看到的都是两年到四年之间 有判这个刑的 还有一颗罚 还有罚金 就要罚钱还要坐牢的 就是四年 法令上面的管理是严格的 对 因为他们不是没有犯到刑法 并没有杀人 对 就是骗了一些钱 造成社会上的不良的这种 所以他现在考的话 这一代的记者证防伪就很重要 对不对 对 防伪 他现在防伪的技术越做越好 有一些东西是 它有一些浮雕的底纹 一触 一摸感就可以摸得出来 有凹凸凸凸的 对 有些东西是经过这个 紫光灯这样一扫 就会有一些的荧光出现 还会有二维条吗 对 还有二维条吗 等等 还有很有意思的 就是你身份字号 那个号 中国的简写是不是一个号 一个口在一个吗 对 他说要拿放大镜 看 里面写一个四个英文拼音 叫GAPP 就是那个新闻出版总署的 有人就是这样一看 很细微很细微的 其实证照代表专业 不只是一张纸 更是看不到的社会责任 我觉得这个记者证 不是那张纸 而是信中的那把纸 是记者是社会的良心 今天非常谢谢 齐乐意来聊天 谢谢乐意 谢谢收看 我们进去打扰话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